结为人质加拿大夫妇凯文·加勒特,讲述被中共扣留经过,作者杰西卡。 莫非,加拿大夫妇凯文·加勒特和茱莉亚·加勒特中,与他们的孩子2014年加拿大夫, 傅凯文·加勒特Kevin Garrett,和茱莉亚·加勒特Julia Garrett,在中国大陆被拘留,并被指控犯间谍罪。 在中共与加拿大不断升级的争端,和报复性拘留的指控中, 这对夫妇讲述了自己被拘留的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被释放回家的凯文清楚的记得。 他与茱莉亚在中国东北,一起被捕的晚上,他回忆当他们走过一家餐厅楼下的大堂时, 被人从妻子身边,拉开推进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座车上,坐满了魁梧的警察。 他当时以为整件事是一次可怕的错误。 茱莉亚,则被强行带到另一辆轿车上。 因为事情突然发生车辆又在黑暗中行使他发现自己因震惊和恐惧发抖他响。 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晚了,我想,我以前从未感到如此恐惧和震惊。 我也为家人和孩子感到难过,因为没有任何预警没有机会说再见。 加勒特夫妇自1984年就居住在中国大陆,并从2008年开始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接营。 一家广受西方外籍人士和游客欢迎到咖啡馆,同时也从事基督教援助工作。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但是他们两人都不知道早在二。 014年千里之外的美国当局,就开始打击中国网络间谍活动。 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在加拿大工作的中国居民苏斌,当年6月加拿大当局为把苏斌引渡到美国。 逮捕了他指控他窃取军事项目数据,并将其出售,给中共尽管中共走任。 但加拿大官员和观察者认为,中共逮捕加勒特,是为了以牙还牙式想向加拿大施压。 上席释放苏斌当时的加拿大驻京大使圣雅克Guy St. Rock,形容凯文和朱利亚,是在中国大陆做了30年好事的加拿大传教士夫妇。 他表示,加勒特夫妇被逮捕,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对加拿大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明确报复。 圣雅克回忆,当他就此案与中共外交部官员会晤时,他们从未直接说,我们来交换吧,但很明显这是他们想要的。 加勒特夫妇被捕的晚上,他们受邀与一名朋友的朋友共计晚餐。 这位朋友告诉加勒特夫妇,他们想聊聊女儿去加拿大读书的事情。 但是晚餐中的一些事情,有些奇怪看上去,不像是真的他们的女儿也没来看文说。 朱利亚说后来,他们才意识到,整个晚上都是为逮捕他们设下的圈套。 这经过仔细考虑,和事先计划,我们不知道他说。 这对夫妇的部分故事,与最近的头条新闻,有一些类似之处去年12月46岁的中国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温哥华因涉嫌违反。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被捕本周美国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多项指控,并寻求引渡孟晚舟华为和孟晚舟。 都否认这些指控,在孟晚舟被捕后中共威胁称。 如果这位中国大陆最大民营企业华为的首席财务官位或释放将带来严重后果。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12月中旬两名加拿大人前加拿大外交官康宁凯·麦可·卡瑞克,和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派夫·麦可·斯佩伯,都在中国大陆被扣留。 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如加勒特的案子一样。 许多中国分析人士,将他们被扣留视为中共的报复。 加勒特夫妇被捕的经历,与加拿大官员等人所指康宁凯和斯帕夫的经历相似。 被关在一间,日夜开着灯的房间里,每天接受审讯,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 但我知道他们现在在经历什么。 朱利亚说加勒特夫妇,称,他们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但有看守日以继夜看着他们,他们想要基本必需品,也得向他们征求你想喝水他们给你拿。 要刷牙也要他们拿给你,这就是想要下户,控制你。 凯文说朱利亚说。 一开始的几晚,他用毯子遮住眼睛挡住光线,但守卫把他拿了下来。 我想,这是一条规定,我不能蒙面在黑暗中,睡觉他们想要灯光照在我的脸上。 他们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他们每天还要接受长达六个小时的审讯审讯, 他们的人掌握了他们在中国大陆十年时间以及旅行的细节,并且一遍遍询问他们活动的细节,包括原因,时间,地点和见了什么人。 他们两个月后会问同样的问题,然后比较答案朱利亚说着让人精疲力尽。 大约四年后,他们出书记录了这段经历。 这本书在去年十一月,发行加勒特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说。 祷告以及家人和教会社群的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了拘留的那段时间。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我觉得我的宁静。 不能被偷走我真正的自由,也不能被偷走。 我认为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朱利亚说,2015年2月,她获得保释,等待审判2016年1月,仍被拘留的凯文被控窃取国家机密一个月后。 苏宾同意被引渡到美国3月,她承认入侵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 窃取敏感军事数据,并交给中共圣雅客说。 中共官员似乎对苏宾决定以美国官员达成协议,感到意外她认为事态的转变。 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提到了凯文的案子。 对于确保凯文或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拘留。 775天后凯文,在2016年9月,被遣返到加拿大,并与同年早些时候,离开中国大陆的朱利亚,团聚同时孟晚舟事件,仍让中共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 紧张中共官员称,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是一项严重错误,指责加拿大实行双重标准。 并称加拿大存在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目前孟晚舟获准保释。 但必须居住在温哥华的住所,它将在3月6日出庭,但这起案件可能会拖延数年。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对华为进行越来越多的审查。 华为是全球电信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导者,尤其是下一代移动电话网络5G, 对华为技术安全性的担忧也日益加剧。 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 这些国家担心华为的产品,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 在这场外交争端中,加拿大一直努力将国际盟友团结到自己这一边本月早些时候。 包括圣雅克在内的超过140名外交官和学者,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呼吁释放康宁凯和斯帕弗。 加拿大周日解雇了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林张McCallum,此前他对孟晚舟事件的评论曾引发争议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对于加勒特夫妇来说,尽管他们这类案件,有国际意义重要的是要牢记案件背后, 那些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卷入了这场纠纷案件,对涉案的每个人打击很大。 这是直接受到影响的个人付出的最大代价,这些重大事件,不公正地牵连到了他们他说。